對高端業廟 蔡國合約的前期 你看伊林市匯邀請行政 醫療等件人專案報告 如果關心合約什麼時候 可以公開 等於人共調合約是合法的 也不過政府和高端有簽個 等於這個保備條款 如果是要提早公開 也要這個高端同意 為何部是對這個提前公布合約 六關看臺 到立法院 林市匯邀進行 高端轉行報告進行 但他先強調 高端合票合法 在這地會使用目標 放在高端採購合票什麼時候公開 不過因為看見 先保備條款五年 但他強調 政府要對高端有信心 也跟理會一句來一句去 到後面的文件 通通都沒有 我們政府的立場也是要公開 也是主張公開 但是需要雙方同意 他需要公開 他的理由是什麼 價格不是都已經公開了嗎 他需要召開統治會嗎 他需要召開統治會來決定 開個統治會有這麼困難嗎 你們不能要求積極的來去溝通嗎 南建營表示 立法院調柯秀座 鎔察院和檢標論看過合約 郭榜表表示 政府台島也是先會提前公開 另外有立法這句高端一空一年 當選之處 合約不公開釋照 採取機關的要求 為何部長四水元獲金 更對提前公布合約標台六關 我們沒有要求說它保密 高端是否會提前解密 我想我們是樂觀的 不過立法要這句高端高級普通 好想讓孫氏參眾 南建營會議 新郵緣發國際本來對起起路路 哪有探索不發的事情 檢方也會在調查 所有新藥的研發 它的股市都是上上下下 當它臨床試驗成功的時候 上上下下下不這樣啦 有啦 你就看莫德納和BNT就好了 我現在已經和你說內線交易 你知道嗎 內線交易我剛才講了 有內線交易我們已經查了 而且我們已經查了 北京最近政辦高端業廟相關的案件 昏南政辦有六十八個 其中已經勤結六十三個 一家起訴 經過懷疑破形確定 一家沒有起訴 不僅依然有三個在政辦當中 記者綜合報道